所以如果你回去的话很简单 只要说到这个mail这个连结点进去 就会有我的这个影片 然后每一段我大概会切个十几分钟 我刚开始有的时候 这个课程解说有时候会花比较多时间 那底下大概就控制在 每一个段落大概就是十分钟 那越后面越短的原因是因为 越后面的同学注意力越不集中 因为有同学可能刚下班 很辛苦还来上课 那我就尽量会看大家的精神状态 然后尽量把它录下来 反正你回去再看过来 不然的话要把它学好 其实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另外的话 如果你没有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不过告诉我哪一个地方你有问题 几分几秒你有问题 也可以在上面跟我做互动 因为其实现在YouTube已经做得非常好 上面其实我发现别人的互动 都比我的互动多很多 因为别的YouTube都拍的是非常的生动活泼有趣 而且会露 把自己脸露出来 然后会上字幕 如果没有时间上字幕 大家包容一下 我尽量讲得清楚一点 因为你刚刚打那个字幕要花太多时间 比我上课时间还多 所以目前是没有上字幕的打算 OK 如果说你想要看更多东西 其实这里面还有更多影片 或者你也可以在这边有个搜寻 比如说我之前讲过的 我可能在这一期没办法讲那么细的话 你自己搜寻关键字 看一下有没有类似的影片 自己稍微看一下 好像同学有问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什么VBA可不可以自动执行 可以 我有讲过 如果你需要答案 你在这边搜寻一下 应该都可以得到一些你满意的 或者是什么 合并工作表 合并工作簿等等的 但是那个难度又比较高 我主张是按部就班 如果太困 我暂时先不要讲 或者你简单的都还不会 你讲难的 那当然是自己找麻烦 尤其城市这种东西 我真的非常怕各位有挫折感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有挫折感 你就会想要放弃了 但是你又不能放弃 为什么 因为未来的 或者是职场目前的状况 你不学城市好像还不行 你要早点下班 你不会这些东西的话 应该是蛮困难的 OK 那就我以前的经验 真的 你会这些东西 你工作起来非常的轻松 为什么两三下都做完了 我以前的经验 我上班真的是非常的轻松 我还可以帮同事很多忙 为什么 因为马上做完了 我现在可以教他 我发现很多东西应该会 可是很多人却都不会 所以他其实也不是装忙 他是真的非常忙 然后又要加班 其实主要他就是从悟一些 我觉得没效率的事情上面 但如果你会这些的话 很多事情都一劳永逸 马上做完 自动产生报表 完成 你老板要什么 马上可以给他 OK 这感觉也蛮好的 蛮有成就感的 对不对 不然每天的话 老板都一直骂你 说在干嘛 对不对 然后得不到肯定 这实际上也不是好事情 OK 今天来的时候 其实我还蛮担心说我会迟到 因为我今天人 下午都在台中 然后坐普悠马号上来 结果我一到火车站 就一看 哇 5点78分钟 一个是5点35分钟 我想说哇天啊 不过还好 来到这边时间刚刚好 就是大概 所以有点比较慢 后来发现原来有一则新闻 好像今天有人跳轨 OK 然后 所以因为就delay了 不过这不是重点 还好今天没有迟到就好了 好 像我们就上课 我要很担心说我要不要先跟那个 陈范 我今天可能会迟到 不还好 没有迟到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提到这个 OK 那清楚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完成这一个 那接下来的话 第一个一样 你要先把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电脑都会还原 所以你第一个要先把VBA环境再打开来 否则不会出现 但如果你不想要开启它的话 另外还有一招 你可以按什么 我记得按一下那个ALT ALT加F11 这样也可以 ALT加F11 你的Auto键加F11 它就会跳出来了 你也不用去开那个开发人员 OK 这招可以学一下 ALT加F11 你再跳出来 OK 那如果说你希望方便一点的话 还是建议各位 在这个地方其他命令 箭头其他命令里面的话 制定功能区 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这样的话是 比较一劳永逸 你就不用在那边记得 那个快速键 ALT加F11 好这样 其实也可以 看个人习惯 反正方法蛮多的 那另外的话 还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将来希望 把这些东西变成快速键的话 我记得好像在这边你可以 如果你要变快速键的话 好像有一些选项吧 如果说呢 同学有问到说 如果我以后呢 我不要按按钮 也可以执行的话 很简单 就是呢 你可以到哪边呢 如果你以后快速键 不是按按钮 因为现在我们按一下它 它才walk 如果你希望呢 不要按这个按钮 而是按那个什么 快速键 比如说Ctrl加什么某一个键 ok 那你可以到哪边呢 你可以到聚集里面 找到 特别说聚集里面找到 比如说我这个 那对应到你就有个选项 选项里面的话 比如说这个叫Ctrl加Q好了 ok 所以你就加一个Q 你就打一个Q ok 然后呢 按确定 这样子 这个就Ctrl Q 看一下 然后按确定 然后这个清除的话 选项 这个就Ctrl加W好了 好 这个是像这样 试一下 我不确定 因为这个我很少用 因为我大部分 就直接在VVA值起 我很少用这个 刚好同学问到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去 对应一个快速键 然后就按取消看看 我看一下Ctrl加Q 有了 Ctrl加W 又清楚了 那你就不用按按钮了 ok 刚好同学问到 所以我就顺便讲 因为这个都是有一个印象 因为用的已经用的非常熟了 我跟那个Easeo这个环境 认识的超过 应该有快30年了吧 ok 因为我等于是看着他长大的 开玩笑 就是意思是很久以前了 反正就是DOS以前 DOS那时候 大湾都用Lotus123 等到Windows微软 他那个比尔盖茨弄了一个Windows 那时候Windows然后3.0吧 台湾有上市 那慢慢大家用Windows有滑鼠 感觉很方便 慢慢的就没有人用DOS了 ok那Windows呢 里面就没有Lotus123 只有DOS 那DOS黑白的不好用 那现在变彩色就Easeo Easeo应该从1.0开始吧 慢慢慢慢 一直到现在 版本已经改变蛮大的 不过其实大体上都差异性不大 这边的话我们再按确定 ok 所以如果你要在这边加快速键的话 很简单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如果我今天要做这个效果怎么做 ok 首先的话 我先切到Visual Basic 然后我就把这个 这个删掉了 我们就保留上个礼拜做到的 上个礼拜只有写这两个吧 那我今天要写哪一个 写这一个的话 我教各位一个诀窍了 其实有些东西不用从头写 你可以拿这个来复制到下面 复制就Ctrl-C Ctrl-V 或者是拖拉 拖拉加一个Ctrl-键 拖拉加坎键就是复制贴上 这比较快一点 ok 然后呢一模一样不行 所以你记得把这个改一下 这个叫门号 ok Sub 门号对应到的就是这个按钮的名称 ok 就是哪一个就是这个按钮的名称 我对应就是这个Sub 所以我理论上我自己的习惯 反正这个叫什么 那个按钮就叫什么 这样的好处就好记 ok 当然你可以有不一定的习惯 不过这是我的习惯 我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那最好就是你要有一套固定的习惯 ok 以后也不用特别去背它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做什么事 就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这个回圈都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后面这些东西 这一串 所以把它delete 掉 意思就是说你要丢的东西是这边处理完之后再丢进来 那我要丢什么 第一个一样是09 所以你就在这边打个09 有没有 空一个end 因为我要串接完再丢 不是丢公式 end 加一个串接符号 那end VBA 记得VBA里面前后要空白 ok 这个有点像讲英文 英文书写里面一定字跟字中间 一定要空白的道理 ok 然后再来什么 09 这个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 实际上就是F 哪一列 其实一样是ID 所以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复制到后面 这边改什么 改F就好 意思是说09 把这个储存格的东西 帮我end串在后面 然后一起输出到这里 所以它会怎么样 先把这边串完之后丢到前面去 那当然你可以不用全部打完 你可以怎么样 先试一下 ok 执行 你会发现有没有 串完的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 为什么0不见了 因为它里面全部都阿拉伯数字 有没有 所以没有0开头的 除非说什么 后面你再加一个end end一个什么 end一个减的符号 对不对 那这样一定不是数字在执行一下 有了 有没有 那后面的话 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有没有 在end 什么呢 后面的话就是再加什么 加居然 但是要补那个0 这补0 可是在 当你现在如果说它居然 你可以怎么办 就是把这个样 end居然的东西 然后这边改了居然 不过它出来应该会变成说 它没有补0 然后执行一下 OK有没有 84 少 怎么办呢 其实前面我们也用到一个test函数 其实在VBA里面 它也有一个类似test函数 不过它的名称叫 我们先打个VBA 点 在VBA里面的函数 跟以色列里面函数 不完全相同 有些名称一样 但有些不一样 两边其实是不相通的 那VBA就还有VBA的函数 OK 那里面有哪一个类似test 其实就有一个叫format 其实format跟test 我觉得format好像比较符合 这个函数的用途 因为它是格式化之后再输出 那我们直接format 然后钱瓜糊 OK 然后意思是说 帮我把这个东西 84放过来之后 格式化 豆点 豆点后面就要加什么 跟他讲说 帮我格式化成三码 三码的话跟那个test一样 0 0 0 有没有 format不是也是 记得前后一定要双一号 因为它一定要是一个format test 是一个文字 再一个后刮虎 好 其实蛮像的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VBA点 你可以加 也可以不加 OK 你这样delete掉也可以 加也可以 那 看各位 我的习惯是会加 因为好处是你打一个VBA点 他就会帮你把VBA里面所有的什么函数都列出来 那你用选的保证不会错 OK 然后这样执行看看 另外滑一点 你会发现我先打小写 一开之后 如果有变大写 表示你没打错字 这个也是一个技巧 OK 执行看看 执行的话一定要游标放这个区域里 sub跟andersub中间 再去执行 OK OK OK了 剩下来做什么 一样 把这边 有没有 复制到后面 因为我们剩下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G栏变H栏 所以 我们只要把这个公式复制到后面去 把这个G改成H 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复制过栏 Ctrl key按住 记得要知道复制哪里 OK 我刚复制的地方 记得 从哪边 因为也有个简的符号 所以从 这个空白and 简的符号 有没有 然后 复制到后面去 把它改成H 这样子的话 就 大功告成了 OK 把它执行一下 你看看这边 还要把 不用清 其实清不清没关系 你就直接执行 完成了 程式写好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 OK 应该这样够简单了 另外还有同学会问说 老师可是你那个 Excel里面函数呢 那么多我都已经学不完的 那VPA的函数怎么办 我教过一个方法 因为这东西说真的 坊间也没有书籍 特别帮你整理 那我的习惯是怎么样 因为Excel本身就有一个 内建的官方的 电子词点 这个词点就是Excel的函数的词点 但是你要记得 游标放在这上面之后 请你按F1 按F1意思就是call help F1就是help的意思 call help 它会帮你怎么样 把format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列出来 但是写的非常不容易懂 因为是写给工程师看的 所以只有工程师才看得懂 因为你们他们都不是工程师 所以看得很辛苦 但是你慢慢要习惯 你不要很认真看 因为你很认真看你就看不懂了 真的 因为我刚开始真的很认真去看它 我觉得为什么可以写成这样 后来发现我就看关键地方 我慢慢就看懂了 因为它是一个字典 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一个文章 字典里面叙述方法就是那样的叙述 它不是一篇文章 所以你要看它的方法 所以你慢慢习惯 你刚开始真的不要陷到里面去 OK 是我的经验分享 那这边有一些大概 不过刚开始也许 你不是那么懂 不过你先把你懂的先看 那另外的话还有什么呢 VBA里面还有什么 有没有发现 它会跳到这个format 是这个转换函数的一个部分 这边上面不是有一个函式 其实函式就函数 反正它只是翻译名称不一样 OK 你会以为是不是不一样 没有一样的东西 那你可以怎么样 再找到里面有一个说明 这个里面 其实就这一类 那里面的话 所有它的函数都在这里 那以前说真的 那我怎么学习的 其实分享一个经验 我以前是真的 因为书上也不见得留一本书 帮我整理 所以我以前就是 每一个把它点开来 每一个把它点开来 我每一个每一个都把它点开来 然后自己做笔记 因为坊间没有这种书籍 所以怎么办 我只能自己下苦工 OK 那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我不需要了 为什么 因为我每一个每一个大概都知道了 所以我也不用刻意去整理了 那以后的话 我只要知道说 我需要的时候怎么样 我就按一个F1 然后到里面 也许用什么 再不然就是用搜寻看看 上面好像有搜寻功能 或者是说 另外一个配合Google Google看看有没有人 用过类似东西 只是说 主要是人家提供一个方向 然后你自己在查 然后在 可能大部分 还是要去try 因为像这种东西 慢慢试 慢慢试 应该你会越来越有经验了 那你就知道该怎么用 哪怕你这个函数没用过 你也慢慢就OK了 所以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好 所以这个如何去使用VBA里面的方选 特别之后 VBA点 这个其实可有可无 没有没关系 所以如果以这边来看 你把它删掉都没关系 有点像是他这个VBA点 意思说所有函数帮你列出来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执行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一把这一段复制 二的话呢 后面这些删掉 改成这一串 这个尽量不要死背 反正你做过应该就知道了 其实我是怎么 把这些他最后删完的东西 丢到前面去 OK 所以你一run完之后的话 看到结果 就会是你要的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如果你担心打错的话 云端上也有做好的 你就先复制贴上 然后先try一下 看看没问题的话 然后你或者说你打错了 红字你可以把云端上面的拿来比对一下 理论上 这些东西是最基本的 以后很多VBA都是 从这边延伸出去的 试试看